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通过脸书广告 寻找那些在美国受到中共政府指派人员 恶意骚扰或网络跟踪的讲中文的居民 据美国媒体Axios周三报道 这是美国执法机构针对北京的跨国镇压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行为展开的 持续数月的打击行动的最新进展 FBI列出的跨国镇压行动针对的主要对象包括 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 异议人士、新闻工作者、政治反对派、少数民族或宗教团体 跨国镇压行为的主要目的是 阻止本国公民发声 为本国政府搜集信息 胁迫他们返回母国 FBI列出了九类跨国镇压行为 跟踪、骚扰、网络攻击、打人、试图绑架 迫使或威胁受害者返回母国 威胁或拘押在母国居住的亲属 冻结金融资产 在网上散布虚假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